设计了一个新的频道 总不能让它空着 那么第一个视频 其实是回复一小时的期望 有一位这个观众提论 他说我不太懂技术这个问题 针对昨天那个制裁已经开始了 涉及到这个对中芯 对整个中国的芯片制造 这么一个产业 我提出的这种质疑 那么他可能有一些专业上的建议 我考虑了一下做一个回复呢 我觉得是比较公正的 昨天我看到一则推文 说是川普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 从中芯被封杀开始 中国有无数的人 试图在搞什么叫芯片 这比什么老师都强 我昨天提出来一个观点 针对中芯的这次封杀 是制裁的一个有效的部分 因为中芯是一家国企 它涉及到内地的许多关联行业 尤其是大型的通讯类公司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芯片 也知道中国目前不具备 生产高等级的芯片的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无论从研发上还是制作技术上都达不到 既没有足够的一线的基础研究的这些工程师 也没有高等级的基础研究 追根救援到底就是一句话 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在基础研究上大的投入 一直拿着别人的东西在做游戏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技术上的事完全可以由专业的人员去解说 但是如果要把眼光往前再放一放 可能还会延伸出一个话题 那就是什么呢 最近三十年以来 许多对抗暴政的人 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内地 都在做着一个渗透的工作 有些人甚至以为六四迟来二十年 全球风行的互联网技术 全球可以同步直播的这些新技术新科技 它有可能就会改变六四的结局 畅反调的人也很多 他们举了新疆作为一个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新疆曾经被断了一年多了 现在具体的情况 大家也不太很不太及时的能够知道 那么它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极权专制的这个体制下 它有可能封闭某一个社区 三十年来无数的人在QQ群 在微信群组建了很多民族的讲座群 做着渗透的工作 他们把墙外的信息不间断地渗透进墙 去年开始我们听到了一个推墙这么一个口号 其实这个口号前几年就有 从方兵兴组建了这么一个墙以后 从这个江泽民时期的金盾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墙再逐渐地被完散 那么去年有人提出来要推一下 推那一年 效果怎么样不太好评判 但是今年来了一个猜测 这个人就是美国政府 那么从对中兴的分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中兴是一个大型的国企 它极有可能关联到这个行业中的所有企 回头我们再想一想所谓的墙 墙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我们认为它是由专组成的 那么长层防火墙 它是由一块一块高性能的服务器 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 应该是05年开始的这个曙光4000 它从I型号一直到现在的R型号 可能有更新的一些变化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电子科技人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大型的城市 它的节点上都会有这些高性能的服务器 这个曙光明的听起来很中国 但它其实是由耗龙处理器集成而成的 那么耗龙我们知道它是美国的 这就很简单了 来源于美国的高性能的芯片集成了高性能的服务器 由这些服务器像砖瓦一样的累计成强 中心已经开始被封杀了 七年之内不允许它采购美国的原器件 甚至不允许它使用美国的软件 其他企业还远吗 这座长城防火墙 它虽然是在被逐渐的阑散 但是它所有的基石 都是来源于一块一块的小景点 由此我们可以 非常感慨的看到一个未来的前景 在中国被封杀 被禁止尽可美国芯片 这么一个时代如果要是到来 那么所谓的组建长城防火墙的每一块砖 它不能够被及时的更新 它就会千疮百痛 从渗透到推墙 今年川普政府开始拆强 事实上的这些行动 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 虽然可能没有人专门提出过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由此可以看 未来在中国 失去了这道长城防火墙 信息会贯穿而入 集权社会它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对外部社会隔绝 一旦这个隔绝被打破 它还怎么进行专制的这种统治 所以我们相信科技的力量 科技带来的新的生产力 它必将推动民主化的进程